十個男人 肛頭有九個褲 剛剛這句有 那第十個哪裡來呢 原來肛頭都有分的 認住自己點肛 前面開始肛 就正在走好運 頭頂開始肛 就正在走衰運 記住不要肛錯頭 要肛的話 選前面 不要選地中海 又有分的 開始走衰 這句真的真的對嗎 一定對的 因為我剛才說 你壓高了代表什麼 分析能力高了 個人智慧高了 接受到新的東西 量度大了 人不容易成功 所以記住 前面肛是好運 頭頂肛是衰運 說了高和寬 接著飽不飽滿 額如腹肝者貴 如果飽滿就好 不飽滿就相對不好 氣息明不明潤 氣息重要 現在你看我的額 是不是好像反光 這叫做氣息明潤 氣息明潤 有沒有文侵致破 文侵致破 我們可以看 看不見我這個學生 這裏有一個額 這個叫致破 左是爸爸 右是媽媽 幸好他沒有擲著日月角 但他沒有擲著日月角 但全國 右邊都是講媽媽的 這個亦都是讓媽媽的 身體會弱一點 不過發腳 看不見岩蠶 十五六歲 這個位置不漂亮的 發腳岩蠶 與父無緣 早出來做事 少年的時候 十五十六的時候 學業容易出現障礙 可能轉學校 或者做暑期工 為什麼暑期工這麼好 因為左右闊 就代表容易有書讀 對不對 如果額角岩蠶 左右好像我那麼差 那就是沒有書讀 所以這個又更好 師傅如果出現任職 開開外國讀書 那就更好 外國讀書 以前未發明外國讀書 我怎知道原來由統計而來 因為古代就是講 發腳岩蠶的人沒有書讀 原來我慢慢統計 原來去外國讀書 就等於做事 為什麼 自己洗一下底褲 撿一下衣服 鋪一下床鋪 是不是要自己打工 原來等於自己做事 所以一定要現代化